那年2B一战上莱斯特城,赢得新赛季英超手轮开门红,上半场发挥最好的手推弗雷德,真的好球员,态度,球技,出球,篮截,上场都很优秀。 伯格巴出色的完成了队长的作用,大力神尾的魔力,让伯巴成熟了10岁,无论是心态还是处理球,周一才回到卡林顿,能踢出这样的水平只能说是天赋一饼,最大的发现就是卢克肖,希望他能打出之前的表现,而拉师傅真的打不了箭头,特别还是川的10号,我对于拉师傅的时候比伯格巴的队长还没有信心, 赛后球迷也贡献了曼联关博,发表了自己对于登场比赛的看法,就这场比赛肖家佩雷拉算不算一一的业员,博格巴的能力决定了比赛的走势,心中表现最好的是佩雷拉,但我想投给卢克肖,包括在推特上,经历了这些年的双定折磨,或许这是一个破茧重生的开端,今年挺低调,这批球员也不太差, 以前主要是压力太大,今年当外界不看好时,可能把门卸了包袱,看看刀是二月份,球队什么位置吧,可能会有惊喜还是西装好,有冠军像,当然还有阿玛尼大衣,那个灰部溜秋被棉袄就别穿了,你懂的,感觉这一年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差, 预期放低反而容易超预期,莫莉尼奥二进攻切尔西第二年夺冠的季前赛,切尔西一场没赢的,但是,切尔西前半个赛季被称为切塞罗那,全程领跑夺冠的,几场季前赛看摔整个赛季真的没意思, 此时此刻,我只想说,陆克肖用你的表现,去打那些质疑你的人的脸,果然是抛弃了白色短裤,以后是不是的称呼为红黑魔,这是是要和AC你来走亲戚啊,陆克肖,希望他灭盘重生了手,我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巧,我只是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,陆克肖他就玩了有惊无险啊,我觉得吧,比起提升, 拉师傅球伤,转变马球王态度,要容易得多吧,让马球王连场手发一来劲,说不定就踢出来了啊,看拉师傅埋头再沾蜡眼睛啊,半斤八两,马下来的无球跑动三年没有进步,这似乎也是球伤的问题,下场10号还是看银水机,7号也该在板凳反省发省了,全场最佳,戴利和小小派, 历史最差10号和7号今天最亮眼的三个人,小胖,状态复苏,弗雷的五千万钟了,能攻上手出球能力好, A配堪比引人,四个字总结,患然一新,进攻有起色,打出了配合,帮手反击打得有模有样, 曼联是好是个笑话,垃圾三的自负一百分之评分的华拉师傅的,配得上他的号码木帅的压力可想而知, 销进球后的激动表现,足以证明,木帅多想带领曼联成功,这样的教练,多点支持,销点乱喷乱骂吧, 对于本场比赛慢,连各位球员都发挥,你有什么想说的? 对于本场比赛慢,连各位球员都发挥,有什么想说的?